太可怕了 新疆 我的恐怖案件 不是鼓励的 也不是个案 不仅仅是独狼式的信息 不是 特别挑战的是 他们在暗处 他们主要招募的对象是 大部分 都是亲密的群体 如果这个案件不大的 可能不用得及 我是当年一套 背后一套的两年人 首先把我们内部的两边人 我们先铲除 我要把这些污入 企图的这些孩子 我要把他们拉回来 他牵挂的孩子已经长了 王叔叔在家疼 他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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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在打理 你看这种点西红丝啊 辣子啊 老人是很热爱生活的 对 老人很热爱生活 他每天在院子里的时间很长吗 对 每天早晨一早就下来了 打理他的小院 反正一进到院子里的时间很长 从5月22号那天早晨 出去一会儿 这么一会儿回来 回来 就是面目全非 你像我们朝夕相处的 你认出来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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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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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想起来的犯罪 这事件一直在侵犯他 交往车 救护车 特惊讶 但是很多人在地上躺着 两辆那个SUV正在冒年 咱们这个公邀北街这个早四啊 那个团队有个菜新鲜 价格也实惠 当时我专门问了主菜 他说嘛 就是他们值钱多次裁点 他们想的死的越多 他们认为自己尽天堂 两个越野车已经爆炸了 有10个死体 我们确定是 这是犯罪的嫌疑人 你看这个现场 当时处置的情况 死了39人 上了90多人 当时是很危险的 还有个二次爆炸的可能性都有 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这个案件 是一个爆炸恐怖组织 或者是团货 不仅仅是独狼式的袭击 不是 因为它的爆炸装置可能多 它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做出来的东西 乌鲁木齐十十万以后 他们终于在和田 批散再次再搞次第这些案件 它的原料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他们从这个网上购买这个 这个锅木三家 其他的一些原料配置的 他们在那个网络上 在境外的这个网络上学的 还找到别的证据吗 有 它的那个手机啊 它通过那个聊天工具 他们跟境外的联系 下载爆炸食品 妻子也是从和田拿来的 做案件把妻子挂到这个车顶上 它要表明什么呢 它表明他们神战了嘛 它就是这么一个 在自杀式的搞得爆炸活的 想到最多的是什么 都是人啊 这些爆炸分子 我也不知道他们当时咋想的 他们家里头就没有父母呀 儿女呀 怎么这么狠呢 从恐怖袭击发生 到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 归案差不多就是六七小时 声讯以后 就把案件整个情况搞清楚 以阿布里斯为首的一个 暴力恐怖团伙 制造了这些案件 当天它特别难 给它讲国家的政策 国家的法律 它根本就听不进去 所以我从这个宗教的角度 给它讲解 它就坐着看着我 当时有人像你们这样详细 给我讲解什么叫伊斯兰教 《古兰经》里面 到底讲的是什么 我不可能参与这个恐怖袭击案件 他们也是个受害者 为什么呢 他们中了这个三国实力的度 智慧的他一个都名字 他培养到那个基础以后 你智慧他 你让他去 就像甘肃队一样的 这种判断的价值就是 防止了 后面像国家这样的残忍的案件 发送 Khadir Mehmet 是一位非常尊重的练习 的网友的公司 公司的公司 他有几个状况 他发现了几个状况 他发现了 几个状况 他发现了 很多人的共产党 都不自身的公司 他有同意的智慧 同意的计划 同意的筏法 而且他有目的性的 年纪的探索 有一段时间 对 Khadir Mehmet 的大片 他说 那些人的权力 正在工作 正在造成一个大线 他的务目 是带他们到来 Extremism ruins lives Young people are radicalized in various ways 第一次听的时候 音响不是那么的深 只能让母亲满意了 才能进天堂 说这之类的话 后面慢慢的慢慢的就开始讲圣战 圣战训教进天堂 太可怕了 小时候她是特别爱学习 在学校也是第一名了 她里面所讲的 还要女人乖乖地坐在家里面 然后我想的 我还要继续上下去的话 我更不是要往反的方向走吗 不如我放弃我不上了 我就坚决不上 我特别生气 这个极端思想把她争害了 我当时也挺向往 就是别的国家的 我也想过那样子 去迁徙到别的国家 参加圣战药 In 2012 Amira Mouhdeh was convicted of inciting jihad and extremism online and other crimes s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她认为自己非常懂 她非常愿意为 就是所谓的圣战 去贡献自己的秦冲 当时我认为我自己做的 都是对的 那不算犯法 我的后果会怎么样 我是想过这个 但是我想到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 进行圣战 我要把这个进行到底 以后还是 脱离不了那些思想 然后又一次选择犯罪 In 2018 Amira Mouhdeh was convicted of conspiracy to commit murder and arson in the prison her sentence was extended to 2035 Radicalized individuals can be a hard case Abdutour Suntoghti is serving nine years for inciting terrorism and other crimes 你现在依然没有觉得自己 触犯了法律或做了错事 是吗 为了真主 你可以去杀人 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天堂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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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天堂那么美好 你为什么现在不去天堂呢 你没有觉得你受欺骗了吗 你相信有一天你还是会转变的吗 你相信有一天你还是会转变的吗 你已经能够了 你能够了吗 我还不会说 我也是冲剧的 法律人 你去看了 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 能够是一部分 是一部分 罪犯 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 对罪犯 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 罪犯 它是非常顽固的 那这正好也就是那个 反社会人格的一个特征之一 它就是不太容易改变 就像是一片眼瞼地 板结的眼瞼地 在这样的眼瞼地里 你是种不出什么庄稼的 那这部分人呢 他可能既渴望 他又要把你往外推 他对那个极端 对那个极端宗教的那个 狂热的那个追求 它是一种扭曲的状态 那我们在咨询中 我们就会去跟他一块去寻找 那我就会跟他不停地 我让他回到现实里 他以为他追求的那个东西 是他需要的 我们要给他建立一个链接 那这个时候 这个咨询师带来的温暖 他会慢慢地去内化 他们可能会第一次认识到 哦 原来我还不了解我 如何避免这种 像刑期结束以后 有回归社会的人重犯呢 那他走向社会以后 那可能家里要重新去认识他 重新去接受他 那么社会可能也要给他提供 各种各样的一些机会 就业的 接受教育的技能培训 仅仅在我们监狱 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就是真正认识到自己 我真的是一个无知 无知 傻瓜 我就不断地和他进行谈性谈话 这一块 我想到从他的这个情感方面 和法律的这个认知方面入手 之前我认为这个法律 这个词语是一个 离我们的生活是特别遥远的一种 我更希望的是他们自己能够 真正地从内心能够有个蜕变 我所向往的那个天堂也是虚构的 它就是一个毒瘤 我认为真的要严厉打击这些 非法的这些的 一些传播的这些不良信息的输入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 她对我抱的希望特别大 我就是想做一个好女儿 我是一个警官 但我更像一个老师 我要把这些侮辱企图的这些孩子 这些学生来把他们拉回来 我们不要怕这个一次一次的 弹性弹化没有效果 我们自己不能放弃 我们要坚信 他们一定会改变的 最近身体怎么样 最近身体特别好 视频会见开 爸爸工作吗 妈妈和哥哥来 对 他们都挺好 一定要给自己给我信心 谢谢教明 我们乌鲁木齐是自治区的 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那么敌人的破坏 他连瞄准都乌鲁木齐 一些的状况 没有被公开 这就是1211一个专案 他们准备在乌鲁木齐 多地要搞爆炸 砍杀 若这个案件不打就可能乌鲁木齐 这个是这个暴力控制团货 他们家里面基本控制了团货 两个女儿也参与了 他爸爸也是头目 两个女婿也参与了 他们在发展里发展了十几个人 他们准备把那米奇波搞个炸弹 把那个车要准备开到 那个油耗商场里面 我们打击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提前破掉 鱼木齐能破掉 也是最难的地方 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了 特别挑战的是他们在暗处 他们时刻可以看到我们的行动 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的气化 如果是我们软了 可能带来更多人的死亡 也是学的教训得出来的经验 我会不会让我们去多么年 团队和父亲 我就希望他们没有我们去 Hotan was one of the hardest hit by terrorism in Xinjiang Murad Sheikh Bediang showed us the weaponry seized He said many young people had been brainwashed Insiders dubbed the two-faced persons were able to explode the system These were the biggest issues of the city They were formed by the community It is the transverse It is the human body It is the human body It has been a lot of human body The human body This project is the human body The human body and the human body It is a human body It has a very long-term 他也在这个工作当中 包庇了很多这个民族分裂势力 最后和民族分裂势力 和境外恐怖势力 已经勾连 离音外合 让他们这个势力上不断地扩张 一切都一切 就像我说 做了这种噩梦 一种无敌的声音 自己越陷越深 Sherzad Bawudan became a teacher at the Xinjiang Police College in Wurumji after graduating in 1988 but he applied to return to his hometown in Hotan even then he had certain ambitions during a crackdown on terrorists Shirzad Bawudan was wounded and commended as a counter-terrorism hero for this in 2001 he became the head of the Maui County Public Security Shherzad Bawudan chose Abla Jiang Bakri Shirzad Bawudan chose Abla Jiang Bakri 拥有缺陀 有几次生病 他说的话 他讲的一些理念 都是有冲着极端思想的内容 在这些方面 很多情况我是知道的 我现在 pulled人去 Shinji 因为有很多经 ONG 我在それは 我跟我阿尔 跟个人的 把两个人 当时是称政寺的哈迪波 他也利用江津台 要宣扬中角极端思想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来去真正的伊斯兰教育 我记得我们这个消息后 这个时候咱们某一个前的 这个中角极端思想很深 说是什么不让跳舞 葬礼商不能哭 这个国家盖的房子不能住 还有这个身份证 还有这个秘密都不能适用 当时呢我们的一些教经人员 他们有目的的 让他们的孩子送到地下 他们给孩子们宣扬 宗教极端思想 好多的年轻人 都上了犯罪道路 那种谋论 蛊惑他们 驱使他们 就是实施这个暴行活动 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的 是因为我们的 他们的 是因为我们的 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 Turkistan,或TIP. 他讲他在那儿,主要是从事导游,主要和那儿的当地,有个叫东西院埃及分支,和他们有联系,就想到有自己的,为保住自己的国家,是糊涂,愚蠢。 Connecting with the ETIM, Shirzad Baodan took action. 当时,我考虑了,老大,老三,两兄弟,作为我扶持的对象。 我现在翻回来讲,想。 这些企业呢,他有他的另一个目的,但我们一直在梦在国内。 这些经济往来的这些四个公司里面,只有三个公司,公司,房地产,四路可云,还有加吉山,这三个呢,每个公司就给Shirzad 给分了五十万的部分。 这些经济往来的情况是特别好。 目前为止,就是说,每年的父母,每年给他家,他需要钱给他拿过去。 这些事就这样是延续的。 在2011年,Shirzad Baodan was appointed Director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Urumqi。 police say he secretly supported the spread of extremism. The same year, he encouraged the brothers to go to Egypt and meet with Tayyir Abbas. 12年9月份的时候,我弟弟通知我,他那边老婆送娃娃,让我去。 召集了将近三十个人。 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原来见过的Tayyir也在。 其中有一个人呢,就说,为了新疆的独立,见伊斯兰的哈利法国而奋斗。 我跟那个阿布莱蒂这个谈话的过程中呢,发现说的就是说,他跟其中有些人呢,跟他关系特别好。 他们呢,就是东南云组织的伙伴。 完了以后呢,他想加入他们的组织。 我说这个Tayyir,当时跟这个Shirzad Baodan认识,肯定Shirzad Baodan知道这个组织的情况。 毕竟他在公安干过,不希望我们回去问Shirzad Baodan。 我听了,我觉得他们也是找到,我希望他们能够见到的,或者找到的组织。 Shirzad Baodan说,那就对了,你们放心地加入这个组织。 他们已经给东运这些人,给了一千多万。 Shirzad Baodan就顺便就问,就说我那个哲学书公司的那个五十万的股份,现在有多少了。 白脸虎说,国分加这个风红,现在有一百二十万了。 他说你把这个一百二十万呢,交给Tayyir那些东运组织的人,让他们当请费。 老大老三说CK买了个200平米的房子给我。 我说我现在出不去,那就退休以后,这段时间就给他们用。 说完这话以后呢,他就三思地强调,我跟你说,我们跟你说的这些话呢,不要经历给第二个人讲,要保密。 2013年,组织了一个婚姻。他们好着这个美国人做的这些学生呢,他们还要派一部分人到AS,参加AS组织,参加深圳。 就是让他们在战争上的顺度训练。 以后让这些人一部分人回国以后,做一些更大的下一步的行动做计划。 我希望并且成为了一部分人。 我们为了一部分人的费用。 我们为了立场的费用。 警察的报告表现了,有60义丶小兆兴,14-18年轻生, 被冲出了两兄弟兄弟,Ablimit和Abduahed。 有些人加入了的所谓的最维俄。 有些人回到新疆。 說將來新疆俄蘇比解放了 把希爾紗蒂退為東特吉斯坦的領導人 退選我要成了新疆的東京 新疆的負責人 見過以後還要成領導人 我很激動 還很可笑 糊塗糊塗 他就說你們在國外活動 在國內要低調 要保持保密 必須要讓一些保安部門盯上 要學會人難 要登記會 Police say in 2015 During an official visit overseas 希爾紗馬登 secretly met with key members of the ETIM twice He revealed anti-terrorism information in Xinjiang And希爾紗馬登 had his own strategy 打掉已经浮出水面 已经暴露的其他那些 参与涉嫌 或者讲一些发展对象 没有这种打击 一方面 它重新形成体系以后 又可以成为我打击的一个好的借口 另一方面 又能保护其中一些 这种结果就导致 就屡打不净 死灰复燃 而且这波体系打完 它的根就像割韭菜 割到一茬以后 一茬又冒出来 对暴空分子一种激励 因为我们就是平时很难发现 但是暴空分子暴空势力 他已经知道 在我们这个队伍当中 有他的意愿 这样的话 他最干了任何事 他非常大胆 我们在一个穿套上 我们始终没有看清这个社杂的真面目 应该早一点把他借权队了 但我还是没这样说 没有得这样说 我自认为我的很多做法 也是比较隐蔽 而且重复很深 或者讲很多做法 不容易发现 但是梦终不由心的 那我们首先把我们内部的两边人 我们先铲除 你不铲除 你这个反恐工作 你永远会达不到 我们铲除这个土壤的问题 这些小学部分的封面设计 以及有些插图的上色 比如说这个组片 这国徽是东土斯坦的 共和国的一个国徽 它出现在这个教科书里面 本来就是不对的 这个它是七个月娃儿的英雄一个姑娘 这样的一个虚偶的一个故事 当时的那些汉族的士兵 逼他们 逼到那个山崖 然后跳那个山崖 他为了他们就保卫他们的家园 民族仇恨对那些学生的 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很不可思议 想起来有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害怕 An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starting in 2002 the then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Xinjiang Education Department Sutter Saud set up a special group as a front for criminal activities it included the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the two consecutive presidents of the Xin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as well as two editors with radical separatist laws 从想着利用党和人民富裕的权力 把我的这种民族情绪 甚至一些极端的作物认识 传播给更多的温族人 从思想上控制他们 从下来影响他们 让他们成为分裂分子 2003年要编写 维吾尔语中小学语文教材 我担任私立区 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我就想机会来了 我就给阿里木江 阿布多尔扎克 安排这些事情 我就多次与他们商量 向他们交代 别人家教赛的事情 他说这次别人家教赛 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一定要按我们的想法去办 培养我们的接派人 我挑衅了 有一种影响的亚瑞克儒子 我爱将欧斯曼 两人进入编写组 我告诉他们 要在交赛中 多加一些反映民族压迫的内容 主要是反映过去被伤的故事 多加一些突厥英雄的内容 特别是反抗国家 最初独立的故事 那么这个教材呢 生擦完了以后 发生到各个学校以后 我想 肯定有好多好多老师 接替发挥 完了以后呢 就是一些 山东民族仇恨的一些思想 当 Tayyir Nasir succeeded Abdurzak Sayim as president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he continued the editorial policy 当萨达尔和阿隆明将 他们拉拢我 向我表录出 接变形教材 宣扬一些宗教集团思想内容的时候 我内心是激动的 也许心里清楚的 美术编辑应该是全负责 他每边工作的 但是到这个 林旧版 这林三版的时候 就是他的文字编辑 干涉 就是美术编辑的工作比较多 林三版和林旧版 文字编辑的责任编辑 YT江乌斯曼和姚里康尔肉茨 两个人 同时担任了 编辑编辑者 责任编辑 出生人员 中生人员 然后交队人员 同时担任了好几个工作 所以 这个违反了 编辑出版流程 上面领导是一手策划的 他们是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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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说 萨特尔萨兰 演员了一样 以决定文字编辑的内容 亚昆尔肉茨 和瓦亦姜 阿斯曼 被指导 在2003年和2009年文字编辑 在2003年和2009年文字编辑 小学 这个维国人员教材 这个 从头到尾 宣扬着 半伊斯兰主义和 反途杰主义思想 他介绍这些任务 意思就是 让孩子们 要从国外寻找自己的 文化企业和文化可以 这个03年文字编辑 大量包含了血腥暴力 恐怖分裂思想的内容 他想通过改变历史 通过悲屈历史 给学生们灌输分裂思想 讲这些故事 增加民族仇恨 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 这种教材 来 要引导的话 第一 他们的国家的认同感 就是蘑菇 或者下降 第二 他们也会受到 这个双反思想的影响 教材应该包括 那些国家的 国旗、国徽、国歌那些内容 这个教材里面 一点内容 关于这方面内容 一点都没有 Investigation found a large quantity of material inciting extremism was included in the textbooks from 2004 these textbooks were used region wide for 13 years 因为他们从小学到高中一直 是用的这个教材 那就是肯定是潜于谋化的 有些人可能是中毒 可能比较严重 甚至到他们就是犯罪的那个 道路 不管是起伏事件 还是之后发生的暴力 恐怖事件中的 相当一部分参与者 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 我认为 我们害了这些孩子 中文字幕作词 我计则 大利亚 以前的同时 专门会都不够 因为小学协定 不是科学 的 雾子 通知 这一块一直在沉腾 新疆爆炸恐怖案件不断上升 原因和这个密切的有联系 Kadir Mehmed says the greatest danger often comes from the enemy within 我是帮面一头背后一头的两面人 你看 帮面一头背后一头的两面人 The war in the shadows is being fought on many fronts Kadir Mehmed says ideology is only one of the battlegrounds Surya Mirhadamu was responsible for editing part of the new editions of the 2019 and 2020 textbooks 这是一年级上册的维湾文语文教科书 上面有国会 国会用维语说是 Dolat Gerbi 有国旗 用维语说是 Dolat Bayreki 上面有 我们是中国人 用维语说是 Biz中国路 这一只是生机一世 用维语说是 Biz中国人 除了危卫元 Surya Mirhadamu Surya Mirhadamu says the Kazakh and Kyrgyz language textbooks have the same content 我们传递给学生什么样的信息 想通过这些图片 意识到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意识到新疆是祖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都在让学生远离极端思想 让他们健康地成长 成为对家庭、对社会、对民族有用的人 初来往它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我就是一个特战队员 我通过辨别他们 处理他们 更多的避免青年群体 不要侮辱企图 让它在互联网上消失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东云的爆孔音视频 它面向我们国内 特别是新疆 针对性能 这里面招募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青年群体 这个爆孔音视频 它具有一些隐蔽的 他们把这个爆孔音视频 进行一些包装 比如说加密的方式 在一些很难发现的渠道里面 进行传递和交流 同时呢 它有些还进行伪装 它是一个正常的视频 播放到一段 突然就切换到爆孔音视频的画面 Abduwele has been working at the Xinjiang Internet Information Office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2013 from his experience the online materials are categorized as preaching, training, making webery and specific groups by women and students 208年以来 平均是每年是10步左右 到了2012年以后 这个上升太史出来以后呢 每年到现在都是两三百步左右 这个爆孔音视频 实际上就是他们一个切入点 它采取类似于传销的这种方式 不断地对受众进行洗脑 洗脑了以后 就参与到相应的爆孔活动当中 通过爆孔活动 达到以最小的代价 产生最大的影响 最大的破坏 这么一个摩托 The fight against the criminal activities to spread radicalization materials has been going on for some 20 years Police officer Mirzad says nearly 90% of young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terror attacks have watched such products The main sources are from outside of China mostly from the ETIM 这些爆孔音视频呢 往往它又是披着这个宗教的外衣 来进行宣传 托换概念 来达到它不可告人的目的 通过这几年的这个观察来看呢 从制作手法上面 他们是专业化 团队化地在操作 由原来的这个 有专门的发布的这个网站 转变为社交软件 点对点的这个聊天软件 像我们这些剪裁硬盘的这个量最大 然后其次就是用来传输的这个U盘 包括多媒体卡 手机呀 平板电脑 各种剪裁都有 像这些就是我们1415年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收缴的 存储爆孔音视频的存储介质 它们内容是从哪儿 都是从境外下载 像这些就是很多的这个光盘的一些存储介质 都是这个非法宣传的包孔音视频的内容 Young people have always been the key recruitment targets 对推广控制的新则 犯人会散进发 Mills 我们将来拥有证划者, 德国亚马亚担任的拥有判断 我们早就会继续谈罪了 我们将在英国三十里成功 从中间禁止也要放弃 Durkun Yarukun went abroad for an advanced degree 是一年号了,他参加的努力 SAMLbijE,TIM 在2019年,Dor Kun was sentenced to seven years for inciting terrorism and other crimes 实现人生理想的这种道路 变成了在这个宗教思想上 以这个为主 去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这样一个倾向 我感觉 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 都很不值 你能帮助他们 做什么样的转变呢 去把我现在的这种认知去讲述给他们 然后 使他们 能够也内心也能有一个思考 通过 我们这些教训 大家能够去重新树立自己的一种 对未来生活的新的一种思想 Girls were also recruited 他们都是跟我一样 就最初就是好奇 然后 就单纯地去念古兰经 但是慢慢慢慢地 它就会 就是一等加一等的 一级加一级地给你注入 我起初就没感觉什么 然后但是里面的氛围 有点不对 就是 黑压压的一片 看视频 然后 各种训练 然后去什么什么国家 那样参加 这样的 我一笔子不会回答回来 如果你没有回来 现在会是什么样的 现在可能 我人都不知道在哪了 他调皮的很不过 宋明的很大 东西 起初是恨我自己去那里 慢慢地就是听了很多 就以后我就判断出 他们应该就是别有用心的 不然他们不会就是 免费地给我去教那些 然后 先是先是用美言美语 跟我讲 后来就说 你必须穿 你必须做 然后慢慢慢慢地 可能我在那里待的时间长了以后 我可能也会变成 后来的那些 就是我很他们 把我们的女儿都带回来就是 就是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 然后我就对他们特别恨 他每次给我打电话说 想念我妈妈 想念我妈妈 我妈 跟他就回家了 我就特别后悔 生活 最大的意义应该是什么 在正确的道路上 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觉得这也是《古兰经》当中说到的 让人们去从善 去 与人与人间的这种和谐交往 你敢面对这个事情吗 我完全可以面对 因为 因为我自己已经错了 我不希望跟多人错下去 你不怕这个事情 给你带来不好的影响 我不害怕 我让你会在那里面对这个事情吗 我让你会想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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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如果他们没有的话 就是能够经常说话 我对不起妈 给我帮个忙 给我说说话 他牵挂的孩子已经找到了 他已经知道错了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们新疆的反共主义法实施办法了 第七章就是教育管理 第38条39条 就为我们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它的存在 培训应该培训哪些内容 用什么样的方式提供了充足的法律 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这样做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比方说像新加坡 像英国 它都有这样的方式 帮助教育那些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人 就包括教培中心 就是一个国际管理 就你怎么样去教育转化它 专门出台了网络安全管理条例 对通过网络传递暴力恐怖信息 尤其是教唆 暴力恐怖的方式方法 这种犯罪 我们把它作为我们打击的一个重点 如果像那些互联网络的平台和网站 如果它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要追究责任 当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 实施这个暴力恐怖犯罪 受到刑事追究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其实他们也是受害人 是什么的受害人呢 这些暴恐英视频教所的受害人 他自己没有去实施暴力恐怖 但是他却很快地让别人去干了这件事 所以就是基于他的社会危害后果 非常的严重 那么我们国家刑法当中 这一条制作传播暴恐英视频 我们就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就算我们把暴恐英视频截住了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会截住 它还会延伸出很多新的方法 恐怖不过是个手段罢了 所以我觉得它依然是长期的一个挑战 挑战的话呢 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境外 境外的这种 无形的这种删圈的这一只手 一直呢 对我们境内的群众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 目前我们采用这个 发现暴恐英视频的源头 再对这些英视频呢 做一些处理 在互联网平台 但凡出现暴恐英视频 我们能够做到第一时间 发现它并进行难解 我们原来可能只需要去关注几个点 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整个面 针对传入境内的这个渠道呢 进行这个切断 源头上应该是咱们 我们开展国际合作 包含这个国家安全之间的合作 通过国家安全之间合作呢 挤压这些暴恐组织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 只要它这个暴恐组织一天存在 那我们打击暴恐英视频的 这个力度就不会浅落 根本呢就是要铲除这种极端思想 让极端思想没有铺上 自身 这个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 这个十年没有发生保留恐怖案件事 我们前期工作的阶段性的生意 我们有阶段性的生意 这么来自不业 我有两个孩子 但是一年里面 有些三百天 我没办法陪孩子 因为什么 我们肩膀上的任务 特别有重点 我就希望更多的民进的孩子 每天 能够对自己的福气 一块儿体验 Adil's greatest hope is to walk out of the war in the shadows in a safe and secure新疆 你和我 打开心房 愿正爱撒大地一片阳光 把心底 阴霾驱散 小命曾经的困惑 彷徨 愿你离合骨的彩虹 伤放在心灵的梧场 愿勇敢的雪雨 在帕米尔高原 在帕米尔高原 自由翘翘 在帕米尔高原 自由翘翘 美丽翘 美丽的家园 何时安康 在帕米尔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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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 在帕米尔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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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